今天這個省小朋友老師問 因為包含說同學或是他弟弟可能之後 大概會有些心理的感到 新北高中沈同學不幸在這一次太魯閣事件往生 尤其他的媽媽跟弟弟也一起去 所有的受難者家屬受到的衝擊非常非常大 我們對沈同學在班上不但成績好 品德也好得到老師很多的贊成 尤其跟同學相處非常的和睦 所以校長跟同學們非常的愛同 我也特別拜託校長跟輔導老師社工 一定要給班上的孩子們好好的開導 好好的借生死這一堂課 來祝福沈同學能夠安息 所以禮拜二上課的第一天 新北高中的同學們 在班上的這些孩子們 我們的老師都會去給相關心理上的補導 希望他們也不要因為受到嚴重的創傷 我想這些虎衛受害者甚至同伴這些心靈的舞蹈創傷的補助 我們都會好好的給他們做好安定的力量 市長包含像新北市有蠻多市民 這次也有死傷 那這個部分後續之後還是什麼 因為我看你都有這兩天都有親自的來看 這是一個令人真的很痛心的一件事 尤其新北市民死殺的人士蠻多的 那身為市長感同實受 尤其面對這些都很年輕就座的孩子們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捨 一個好好的旅遊掃墓 就造成這麼大的規矩 市長能做的就是跟他們的心聯在一起 希望保生者真的都能夠得到安心 受傷者趕快我們給他集氣趕快好 那這些受害者的家屬 這些身心所受到的創傷 我們怎麼樣陪著他們走過來 這是我們所有人所應盡的責任 市長只不過盡我該做的一件事情 我都很希望這些悲劇 真的不要一有在這 我才會重新的發展 這讓很多受到訴故 嚴重傷亡的這些人來講 真的我們要記起這樣的一個非透的事件 真的不要不斷的自我檢討 讓他們能夠在一路好者底下 也能夠在往後的社會上 大家希望大家能夠更平安 市長長 市長長好像也有說希望主持人 我們打這次講的 當然我們法律面的部分是 我相信每一個受害者 的家屬們真的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 好好的 好好的自己的親人 要掃墓 要去旅遊 上那間就變成天人有格 讓每一個人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想我們這些沒有辦法接受的事實 站在政府所長的立場 不但要協助被害者的家屬 在行事的責任要去追溯以外 臨時的賠償也絕不能放過 這些都是我們身為一個 首長們每一個人更應該站在被害者的立場 都替他們想一想 他們現在在最無辜最無力的時候 我們大家不但要給他集氣找入康復的傷者以外 綁生者該做的後面的事情我們把它做好 最後這些行事跟民事的責任 我們要陪著他一起討為公道 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所以我相信 神爸爸 那一個傷痛 他覺得 真的他很痛 痛到他覺得他要有一個社會上 要給他社會上要很清楚的對這個事件 一個很清楚的交代 這也是受害者的心聲 我們應該理解受害者之痛 所以我們更應該給他們力量支持他們 好 謝謝